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时间呢 要跟大家介绍 MyApps Co-host 新界面的基本检索的使用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 搜寻框的右下角有一个进阶检索 那代表说我现在所处的就是基本检索的画面 那基本检索跟进阶检索差别并不是很大 点选进阶检索可以看得到它的选项比较多 那再点这个基本检索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画面当中 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提一下我们搜寻的时候 基本检索几个应用的方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右上角有一个MyApps Co-host 那这个MyApps Co-host 衔接我们之前旧版本的个人资料夹 那如果我们之前已经有注册过个人资料夹的账号的话 我们只要点登入MyApps Co-host就可以了 账号可以沿用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注册的话可以点建立账号 建立账户的话呢 它可以使用我们的状案 那如果没有登入MyApps Co-host个人账号的话呢 状案是不能使用的 只能使用其余仪表版中其他的功能 那我们点Logo再回到主画面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关键字可以打在这里 下面的筛选条件呢 有变颜色的是已经有做勾选的 如果要取消就再按一下 那同样的同财评见起看 如果预设要打勾也可以 那所有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指定过去五年内的或者是一年的 那这些如果都不勾选就选取消 然后等搜寻完再做一个筛选 那我打上去的关键字呢 比如说我搜寻TradeGPT 那我搜寻的时候如果是打在这边的话点放大镜 如果点这个下面的热门检索出现的字词的话 一点就直接进来搜寻了 那这边有一个核取方块 那这边就是做复选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在复选这里 我可以去勾选我要的文章 然后选取之后呢 我可以去下载或是加到书签 也就是储存在这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下载 下载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存成这个不同的档案格式 那我们提醒大家 这样的下载不是下载全文 是下载中继资料 也就是Metadata 那跟全文不一样 即便我们下载的是PDF档 也是中继资料的PDF档 就是基本资料而已 不是文章的PDF档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做个补充 那我们这边点选储存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文章选取的 加到左手边的储存书签这里 所以我点现在的已储存 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刚刚加进来的资料 然后右上角的放大镜 再按一下的话呢 就会回到我们刚刚的 搜寻结果的画面 那我们一样勾选这两笔 那这边还有一个共享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两篇文章 点电子邮件 我就可以把文章寄到自己的信箱 所以我可以这边打一个假的信箱 然后寄出来 按传送 那对方就会收到两封信件 那按关闭 然后接着的话呢 引用 你可以勾选之后呢 点引用 那就可以看得到 可以选取APA格式 那他一次就是选一个 所以如果这边有复数要选取的话呢 请大家就是一个一个做勾选 那这边也可以做汇出 那汇出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把资料汇到Anot当中 所以我可以点选 一用Anot可以接受的格式汇出去 也可以汇到其他的格式 那我选取这个免费的 那他必须要登录才能使用 那我可以选取引用 引用的话呢 这边的复制引文的话 他一次只能显示一笔的资料 所以我现在虽然勾选了两个 我一次只会显示一个 那我如果要汇出的话呢 这边的汇出引文 就可以把我所勾选的汇出去 那如果是从这边汇出去的话呢 就一次汇出我所勾选的资料 所以复制的话呢 一次就是一个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一次就一个 那如果汇出的话呢 可以汇出多篇的 如果有复选的话 那再的话呢 我们的排序也可以选择 还有就是建立通知 也就是我现在搜寻的结果 当中我搜寻确GVT 得到两千多笔的资料 那我如果之后呢 希望就是可以收到系统的通知 当新的文章出来之后 符合确GVT这个关键字 那我就会收到通知的话 我必须先注册个人账号 就是买Appsco的账号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能建立通知的 那如果有建立 那如果有设定好账号的话 我们就点选这三条线 就可以针对这个关键字 设定通知 那我们再勾选 全部就可以取消 那搜寻到的文章呢 可以看得到两千多篇 那如果我们有要筛选的话呢 可以点这个所有筛选 所有筛选的话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 所要筛选的条件 比如说全文 或者是出版的日期 五年内 那GVT基本上都很新 不用特别选 然后资料库就是在分别在哪些资料库当中找到文章 那资料库就是目前使用中的勾选的资料库分别找到几篇的文献可以个别去做勾选 那再来的话呢可以看得到来源类型 这几种的资料的类型 主题的部分 文章谈论到的主题也可以筛选 那出版商出版社 顾名思义是哪一个期刊出版的 或是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期刊 那语言的话我们主要是英语系的期刊为主 然后文章所谈论到的年龄区间 或者是性别或分类方法论等等 那这个会出现的条件依据每个学校订购的资料库不一样 因为现在有勾选一个心理学的资料库 所以它会带有这些的资料 一般资料库不会有这一些 那选取之后呢 比如说我要看一下 这个研究方法是哪一种研究方法访谈座的 我就勾选这一篇 那如果其余的我也希望看一下 我就勾选按套用 它会帮我们把这三篇挑选出来 挑选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章的基本资料 然后点这个连结跟点这个详细资料 都可以进到这个详细资料的页面 那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它的功能一样会存在 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 点这个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 存取选项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一样可以加到书签 三个点点的话 那个功能列也放在这里 所以我如果要引用这篇文章就点它 新政治状案 或者是共享 那下载我们提醒大家 这边的下载的话呢 如果有全文 这个下载才是我们的PDF全文 这个终极资料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 储存当中的那个终极资料 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如果我点进去也可以看得到这些工具 所以它会一直存在在不同的页面 那存取选项的话 如果它如果有两种以上的全文格式可以使用的话 那它就会列出存取选项 所以我可以点线上全文 就可以看得到文章的全文 那线上全文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PDF档 但大家有注意到它没有页吗 然后右手边有陌路 所以你可以随时跳到你要的区块 然后上面的下载 可以把资料存下来 一样有全文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边的翻译 我们可以用内建的翻译 把它翻成我们需要的语言 所以可以翻成中文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有提示这个是自动翻译产生的 所以翻译的效果就是一般 然后它使用的是内建的微软的翻译 所以如果我有需要的 用Google翻译的话 我点原始语言 按Google右键 我也可以去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这边可以依据Google浏览器的设定 去做调整 然后这边的目录的话 就是刚的目次 那这边的聆听 是我们可以让电脑 把这一段 这一篇文章念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点播放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 Bradford Bitterly 那朗读的条件 也可以在这边做勾选 这边还有一个下载MP3 下载MP3就是把声音档存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要 就是事后再听的话 可以点选下载MP3 机器会帮我们把整篇文章都读完 存到MP3档 然后右手边的这个竖签 刚刚有加了 所以颜色不一样 这边也可以取消 然后引用加到专案 汇出列印这些功能 它就会一直出现在 不同的页面当中 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 点这个返回 那接着我们再存取选项 这边看一下PDF档 那PDF档点开之后 可以看到有24页 然后这边的下载 我们可以把文章下载成PDF档 那请记得不要选到中继资料 中继资料跟文章的全文 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右手边一样可以看得到 搜寻内文 还有聆听 那我们现在连PDF档 也提供聆听的功能 那我们点勾放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How Perceived Lack of Benevolence Harms Trus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那在以前的话呢 PDF档它在我们的浏览器上 不能朗读 那现在可以了 右手边的功能也一样 我们再点左手边的返回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边是存取选项 所以代表你有多个选项可以选 就一个以上 那如果它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条件 我们把这些勾选的条件呢 都去掉看看 然后按套用 那可以看得到呢 如果它是只有一个全文格式的话 就会出现立即取得PDF档 如果有两种以上的才会出现选项 所以这边的话呢 跟大家提一下它的不同 所以这边出现的都是立即取得PDF档 代表只有一种 那我左手边这边呢 那我下面这边点显示更多 可以看得到第二页 虽然它显示更多 那其余的都是PDF档 那如果有两个以上的 就会有我们讲的 这个存取选项的字样出现 那有时候会有两个或三个更多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连结 那再的话呢 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 这边的所有筛选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勾选我们要的筛选的条件之外 那这边有一个条件值 就是可以看得到有一个锁头 这边的锁头的话呢 就是我可以锁定 我所要的这个资料呢 是固定的五年内跟这个刚刚讲的全文 也就是说 如果我再加上其他的关键字的话呢 它的这个条件值呢 还依然在 所以如果这个锁头是 这个有锁住的 就代表这个条件值勾的还在 也就是说 我如果锁头再把它改成打开的话 那如果再加上第二个关键字的话呢 那这样你会发现 这个条件值就没有锁住了 没有锁住全文 跟没有锁住这个五年内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 如果我有换不同的关键字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呢 把锁头勾起来 它就会保持同样的条件值 所以使用上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我们就选择五年内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把它点左上角的logo清空之后呢 那这时候如果你再打一次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子的搜寻 它的条件值就会没有了 只留下预设的 那预设是全文都有打勾 刚刚的锁头即便有打勾五年内也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清空所有条件值的话 是点这个logo 如果你是搜寻完之后 第二个关键字再打上去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那才是适用在检索之间的区间 所以我们这边再点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只要你有变化的话 就是只要不点logo去清除它的资料 这个条件值 只要锁头是锁住的 都是还保持着全文跟五年内 所以这个是使用我们的 Exco Host新界面的基本检索的介绍 谢谢大家 再见